现在如果没有人挑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 我们该不该担心中国会以此为例 在有争议的地区动用武力 本级明卡丁这个星期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 关于加强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关系的听证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是这次听证会的主席 乌克兰领导人曾经表示上个星期开始 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派遣了16000人部队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似乎否认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但是他表示不排除动用军力来保护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公民的可能性 上个星期六 俄罗斯议会已经向普京授权 允许他动用军队来保护乌克兰境内的所有的俄罗斯公民和士兵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日本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 在同一个听证会上这样回答卡丁的担忧 不管我们能不能以此推测中国在尖格列岛问题上 是否更愿意铤而走险并动用军力 我的回答很简单 我觉得趋势已经往那个方向发展了 奥斯林说 在某种意义上 可能正是美国对中国近年来的行动反应不利或是没有反应 才导致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有这样的行动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一样有效 普京看着我们对中国近年来在亚太地区问题上的一些行动 所做出的反应或是反应不利 我们可能鼓励了他的评判 我们或者整个西方是否会反对他最近的行动 他说显然中国也会观察美国对这些挑衅行为的反应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深专家希拉史密斯认为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反应还是比较谨慎的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似乎显示出对俄罗斯的支持 3月4日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的立场 他指出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 偶然当中有必然 他还说相信俄方能够同各方协调 推动问题得到政治解决 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我认为就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看法 我们仍然有机会通过联合国与中国直接接触 我想我们也应该特别强调中国自己的某些做法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 星期二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对乌克兰新政府表示支持 他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 但是有美国专家担心 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VOA卫视四扬任余扬华盛顿报道